飞熊军,连弩士,仙灯营,解凡卫 新剧本《陈仓之战》再爆新兵种线索 弓兵可以用风势阵了吗? 游戏玩不好,喜欢凑热闹 大家好,我是伯林兵糖葫芦 上期视频我们分析猜测了新剧本武将将会上线SP曹真 用小伙伴来爆料,下赛季会有新兵种出现 先来看看官方公布的新玩法 军令台中每天刷新、计策、补给、作战、兵略四类随机军令 消耗军令点打出各种军令获得相应的增益 交战或使用军令可以获得威名 积累威名提升军策服等级可以解锁军法和锦囊 注意哦,锦囊具有强大的一次性效果 可以为阵容共存配将打开新的思路 通过实施不同军法,军令将会拥有永久额外效果 可以挑选两个获得特殊增益 新剧本地图增加军道据点 军道范围内只能见营帐巨马,无法牵城 据点外有瓮城和城墙 拆除城墙后才可以攻打据点 严军道和据点层层推进,方能出奇之胜 另外,天使剧本中的同袍玩法将会延续 之前赛季带来无数黑科技阵容的登庸令也将再次上架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再来说说我们的新兵种小道消息 水友群粉丝给出了一张飞雄军的局部截图 唐葫芦看了将信将疑 因为飞雄军是董卓的部队 怎么会在陈仓之战上线呢 出于好奇对比了一下现有兵种 细节做得很到位 同时爆料的还有这张截图 风石镇惊言为惊使其对弓兵生效 风石镇限制不能在弓兵使用 但是新剧本锦囊玩法的强大效果之一 就是可以改变阵法的生效条件 可能就是把风石镇的生效条件加上弓兵 这样看两张截图的可靠性 宝宝宁可信其有 但又总觉得飞雄军上的有点突然 会不会新兵种不止这一个 飞雄军只是其中之一 就像之前的青州兵 锦帆军 五卫军 象兵四个同时上线 算算三战也确实好久没有上新的兵种了 陈仓之战是诸葛发明很多器械的地方 如果这次是上四个新特殊兵种的话 弓兵会不会是连弩士 那么盾兵和枪兵会是什么呢 先登营 解凡位 你们觉得是什么 打在评论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